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《谁是凶手》之后,赵丽颖新剧来袭,《大江大和子妹》片。 预计在2022年播映,你期待赢宝的这部剧吗? 最近的这段时间内,由赵丽颖、校央、董子健领衔主演的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可谓是火得不像话。 在《谁是凶手》里,赵丽颖饰演一位女心理医生沈玉。 按照剧情设定,沈玉的父亲沈海洋疑似为十几年前一桩连环凶杀案的凶手, 而沈玉为了替父亲掩盖罪行,她不惜以身试法,利用自己的高智商和职业技能犯下了一系列罪行, 殊不知她也是被逮人操控的棋子。 必须地承认,赵丽颖在《谁是凶手》里的表演相当不错, 既演出了沈玉一脚在前期的《无辜》, 而等剧情后期离沈玉得知真相后, 她一心为辅父父求的阴痕也被赵丽颖拿捏得很是到位。 且说既《谁是凶手》之后, 观众很快还将迎来赵丽颖的一部新剧, 后者就是指场剧《野蛮生长》。 据悉,《野蛮生长》改编自安奈著作的小说不得往生。 说到安奈,其的多部小说已经被改编成热门影视剧,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就有《欢乐颂》、《大江大河》,都挺好等。 至于《野蛮生长》的剧情主要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, 女企业家许半夏靠着贵人、皮鞋和个人的努力拼搏, 最终在钢铁行业缔造商业传奇的故事。 如前所述,《野蛮生长》脱胎于安奈的小说, 而安奈又以《大江大河》的原著作者而知名, 再者《野蛮生长》的故事背景时间与主题同《大江大河》高度接近,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大女主板《大江大河》。 颇值得一提的是,本剧的导演乃副冬裕, 他出品的知名影视作品颇多,包括《但不限于无同裕》、 《生死卧底》、《西藏天空》、《破冰行动》等, 其中有影星黄景于领衔主演的《破冰行动》更是公认的现象及火剧, 《野蛮生长》的另一大卖点自然是本剧的演员阵容。 剧中女主角举办下游银宝饰演, 而该角色也是银宝出道以来出演的第50个荧幕角色。 说起来,这些年来银宝出演了不少大女主题材电视剧, 这使得她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 自然银宝在《野蛮生长》里的表现想必也不会让观众失望。 至于男主角佟萧琪的扮演者则是娱乐圈里的90后当红小生欧豪。 尽管近年来欧豪主要是参演军旅片和证据, 不过她的演技功底很扎实, 当年还增靠电影《昨儿》里的张样一角而荣获第16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, 最受瞩目男演员奖。 在《野蛮生长》里,欧豪同营宝组CP,颇值得我们期待。 本剧的第三位主演是李光杰, 剧中她是延许半夏商战争途上的贵人赵磊。 李光杰过去参演过大量职场剧和都市剧, 仅就这一点而言, 她同赵磊一角无疑非常搭。 除了上述三位主演, 本剧还有刘薇、冯嘉怡、 王晋松等老戏谷加盟, 而柯兰、任崇、黄登登、 孙谦、王熙等青年演员则以配角身份参演, 可以说就演员阵容配置而言, 《野蛮生长》依据毫无短板。 总之, 《野蛮生长》的剧本本身就具备爆款前置, 而演员阵容方面更是看点十足, 小兴认为本剧有望成为又一部经典职场创业剧。 《野蛮生长》预计在2022年播映, 你期待赢宝的这部剧吗? 赵丽莹野蛮生长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